工作时,我的头保持安静 我的心维持宁静 我的手不断勤保 于是乡五城村是传统的客家庄 不但风景美丽也有许多的童话树 每到童话开的时候都相当漂亮 而村内的五城国小位于客家庄内 为了让学生对于传统客家文化 蓝染又更深的一步认识 学校透过计划的申请 来拼请到专业的老师 来教导学生蓝染的相关知识以及技术 五城国小位居五城村 那五城村隶属于客家的族群 然后所以学校这边申请相关的计划 像客与生活学校或其他相关计划 来让学生体验客家的一些相关活动 那蓝染就属于客家文化里面的其中一种 所以让学生透过蓝染这个活动 然后去学习客家文化里面的相关记忆 然后让他们认识自己的文化 指导老师表示 五城国小推动客家蓝染文化 因此利用蓝染来教导学生学习 作品相当丰富多元 包括小放巾、小书包袋、口罩套、饮料袋等等 更结合各年级共同来制作出大桌布 而蓝染有分为四种染法 所产出来的成果都不同 例如甲染就是利用两根冰棒棍夹住 并利用折法来改变染出的成果 再来就是一味甲染 以及蜘蛛染等等 染法非常多 利用不同的染法 搭配不同的技法以及材料 成果都令人相当惊艳 就是五城国小这边他们在推广客家的蓝染文化 那我们这学期就是用蓝点 然后来教他们各种的染色的技法 比如说有这种绑染 还有所谓的用夹子夹住的夹染 跟所谓的蜘蛛染 就是刚才我们所带孩子做的 用筷子做的蜘蛛染 我们做的这个作品除了就是一般的小方巾之外 我们还带孩子做口罩套 还有饮料袋跟他们的小书包袋 最后我们也一起合作 一二三四年级一起合作 来做所谓的大桌布 这四种染法 第一个所谓的绑染 绑染它就会造成这个 就是在你绑的地方 就会造成它有那个圈圈的样子 就会有那个绑的线条 那随着孩子们的一个 他们绑的不同的方式 它就会有不同的图案 那这是最常见的一种染色的方法 那第二个呢就是夹染 所谓的夹染呢就是拿两根冰棒棍 然后呢把它夹住以后 然后呢我们利用这个不同的折法 像我教孩子们折那个风情折 就是用那个布正反正反的折 然后呢再用这个冰棒棍夹住以后 再用橡皮筋绑紧 拿回去染的时候就会有那种 蓝白相间的那种图案 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一味夹染 一味夹染就是呢 它呢除了夹染之外呢 它可能染完以后呢 再重复的再夹一次再染过 另外还有蜘蛛染 所谓的蜘蛛染呢就是用这个筷子 夹进去以后呢 然后呢卷不同的这个间隔的橡皮筋 那让它呢造成有那种蜘蛛丝结枉的效果 五成锅小的学生表示 上蓝染课相当的好玩 利用不同的染法来做 就会有不同的成果 将绑好制作出来的染布 放进染机里数120秒 拿出来后洗干净 就可以看见自己的成果 而老师一开始教导 有什么样的蓝染方式 并结合技巧来做出成果 最满意的成果就是送给妈妈的染布 因为不但漂亮 也可以帮助妈妈装很多东西 蓝染课好玩 因为我们上蓝染课的时候 就可以上到新的 新的蓝染 夹蓝 风情则 还有普通蓝蓝 蓝蓝蓝的过程 就把布放到蓝蓝的水里面 到时候再数120秒 泡完后就把它拿出来 洗一洗就完成了 好玩 我觉得蓝染课很好玩 因为那个做的东西 最重要的节日的时候 可以送给亲爱的人 我有做过一个蓝布给我妈妈 还有做过围巾 老师教我们 就一开始的时候 是教我们说 那个教我们有什么蓝 然后让我们自己做蓝蓝 然后把它拿去蓝完之后 就自己一瞧 然后 他还会教我们新的蓝蓝方式 然后 他教完之后 我们会把它做出来 这个样子 我最满意的作品是 我送给妈妈的那一个布袋 因为我觉得那个布袋 可以帮我妈妈装很多东西 建立元校之前 相当肯定校方的用心 尤其学校位于传统的客家装 学习传统的客家文化 是相当有意义的 在校方的学术下 学生不但能够学习 传统蓝染技术 也能够传承传统的客家文化 也希望藉由这样不同的 在地文化课程 能够让孩子们多元学习 我们 于是像五成国小 今年度 在客家协会的支持下 有抽出一笔机会 来传承我们客家的文化 学校老师 特别把客家 相当传统的 染布这个蓝染的 这个技术 在教堂上 跟我们的孩子们 来做教导去分享 我想这个客家 向来客家族群 向来就相当刻骨耐劳 所以对他们的 染布的这种文化的传承 也相当的重视 今天能够利用课堂 争取所到的敬畏 来为孩子们来做传授 相信对整个客家文化的 未来的这个记忆的流传 以及文化的传承 相当具有意义 希望孩子们能够体会 早期先民们 生活的坚固 能够体会我们前人的 辛苦努力 才有今天的成就 希望孩子们能够 多加体会了解 指导老师指出 这门课程也是在客家文化 体验的一环 主要是希望 借由这样的课程 让学生体验到 传统客家人 如何染自己的衣服 而传统的客家蓝染 会使用蓝钉 成分的植物 并将其倒成泥 借由这样天然的植物 所制作出的染剂 不但相当具有环保性 也非常好穿 要什么东西 下门已经绑好 第一个绑染 绑染 这门课程其实是在我们的客家文化的体验里面的其中一环 我们想要借由这个课程 让孩子们体验到传统的客家人 他们怎么样去染自己的衣服 再带入各种不同的图案的技法 让他们去体验 启发他们的创意跟好奇心 传统的客家蓝染 他们会使用一些具有蓝钉成分的植物 比如说像大金 木蓝 还有什么 这个 鹿蓝之类的 这些都具有蓝钉特质的植物 那把它呢 倒链成这个泥以后呢 然后再把它呢 做成所谓的蓝钉 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个蓝钉 来做这个蓝染的染色部分 藉由这种天然的植物呢 做成的染剂 其实呢 它具有的就是一个环保性 那另外呢 鲜明有鲜明的智慧 这种蓝钉的染剂呢 染出来的布 它有那种轻敷的效果 它其实呢 还有这种 有一点点 其实蓝钉它是有中药的那种成分在里面 像所谓的清袋粉 它是呢 对皮肤非常好的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制成衣服的话 那它呢 不仅呢 会有那种 那种保护皮肤的一种效果 那 也对这个 环境呢 也有一种环保的作用 武城郭小的学生指出 染染相当有趣好玩 也令人具有精细感 因为利用不同的技法搭配技巧以及器具 所染出来的作品都非常的不同 最喜欢的作品就是有猫咪形状的作品 5 6 7 8 9 10 11 12 13 13 染染 就是你每次染出来的都会不一样 然后呢 你染出来 你还没染的时候 你会不知道你染 你打开的时候会是什么的样子 然后打开的那一瞬间 会觉得很有惊奇感 因为打开的时候 你一定会觉得很漂亮 然后它打开的时候会很漂亮 就是会让你很有期待的感觉 我上老师教我做了一个带子 我觉得那个是我做过最棒的 因为我做出来是一个猫咪的形状 上蓝蓝刻感觉不错 因为我学到了要怎么 怎么绑才会漂亮 就是 怕一个很臭的东西 然后 然后你泡下去 然后要泡120秒 然后拿起来 要把它洗一洗 洗到没有颜色为止 免得你没有洗干净的话 你把这个粉大 拔开的时候 就 就不会看到那个痕迹了 老师教我们做了 我们有做过带子和那个围巾 还有那个围巾 还有那个磨布 感觉很好玩 就是放行轴 还有先折一折 然后再用像维巾把它绑起来 那是绑蓝 然后还有 然后用颜色 然后就把它 透到里面 我做过毛巾 跟袋子 跟口罩套 口罩套 跟袋子 全部都有 先议员陈淑慧表示 在校方的用心之下 特别争取经费 来办理这样的课程 不但具有教育意义 更具有传承的意味在 相当肯定校方的用心 学生们在老师细心指导下 学生不但有学习到 专业的知识以及技术 更透过技术 结合不同技法以及材料 成果也尽有不同 陈医员也给予校方高度的肯定 我们因此像五层村 是属于一个客家的村落 所以五层国小的学生 大部分都是客家的子弟 所以我们学校就 因此五层国小的校长 以及老师 就共同争取经费 来对学生培训 还有传承一些客家的文化 那在客家文化当中 所推的就是染布 就是用一条布 跟他们买 要去把这条布拼射 让这条布 有缤纷的一个色彩出来 所以所有的学生来参与 最重要就是说 能够让他们认识客家的精神 客家的文化 然后可以学到染布的这个技巧性 能够参与其他多元的一个学习 所以这种染布的这个技巧 让学生他们学习起来 参与起来 大家都感觉到非常的有兴趣 也觉得说很新鲜感 不像说之前很多 学校的课外的才艺 就是吹笛子 或者是敲打大鼓 或者是学一些 其他的这个体育的一个活动 所以染布的活动 不只说能够让小朋友 能够认识到客家文化的一个传承 更重要的就是 让学生他们学习更新鲜的一个才艺 蓝染是相当传统的客家文化 早期都是利用蓝染技术来染衣服 不但环保也非常好穿 尤其位于客家中列的五成国小 推动客家蓝染课程 不但相当有意义 也具有纯层意味 医院们肯定校方的用心 也期望借此能够让学生 对于传统客家文化 有更深的一步认识 明星文邱平宜专题采访报导